嗨!我是小哥 我今天要帶你們從基隆的海邊 走到基隆的山上 我現在人在海星步道 過去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外木山以及大五輪的濱海漁車 要前往基隆市區 必須要翻山越林 因為為了要運輸他們的漁貨 還有購買一些日常用品 所以必須就是走這個步道 前往到基隆市區 所以當時也稱為漁路浮道 後來也因為海星游泳協會 長期的在整理這條步道 所以現在改為海星步道 現在位於大五輪的奧賞福德宮 那沿著海星步道 我們可以前往到情人湖的觀景台 到了觀景台之後 我們也可以到情人湖一間 或是到文泡台還有觀音員等等的景點 我們現在來到了登山一口 那在過去這邊大大許的千年古道 不知道為什麼被停掉了 山友蠻貼心的 在這邊放了好多的登山帳 可以說山友可以來使用 海星步道單程950公里 進入了200公里之後 都會到樹林裡面 高級的人真的很辛苦 去哪裡都要搬三月裡 一半囉 在海星步道啊 每50公尺就有一個指示牌 700公尺處的第二個休息平台 雖然步道只有950公尺 不過呢 畢竟是從海邊走到山上 所以呢 它是有一定的爬升 我們結束了950公尺的海星步道 接上來呢 會有個七字路口 往旁邊呢 是行人湖 往旁邊呢 是老育園 那我們現在去老育園看看 海棋 行人湖的童話城堡 行人湖的童話城堡 我可以不相信這真實 我只是這麼驚訝 是你 是你 是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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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太誇張 我真的太誇張 但一天我會再會 再一次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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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真的 這裡是老夜人觀景台 從這邊可以超清楚看到 還有金龍沖 還有大雲園的沙塵 然後大雲園的沙塵 然後公共的海景 我們下來了 騎人湯 老夜人 那我們現在呢 要走另外一條 往外木山冰海方向 走 一個公式的步道 走 走 來啊 這一條往外木山冰海方向的路道啊 沿途都是很整齊的石板路 如果說天氣比較不好啊 或是前幾天有下雨的話 就比較不建議走這邊 因為可能會有濕滑的危險 下面呢就是大五輪的奧底沙灘 也是基隆唯一的沙灘 小哥呢今天就從大五輪的奧崽竹德公 走 從海邊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了觀景台 又來到了老鷹言 再結束到現在的位置 情人湖跟山地道 小哥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囉 掰掰